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手教学 今集跟大家讲一下泡沫 讲到泡沫 很多人会想起人类历史上 曾经令人倾家荡产的事件 例如屈金香狂热 科网鼓爆破 次岸风暴 以及近代的比特币热潮 究竟泡沫是怎样形成 而出现泡沫 又是不是末日的信号呢 那什么是泡沫 我们可以理解为 一种资产的价格 经过急速上升 价格脱离资产的本身价值 但是投资者仍然对资产 继续有非理性的需求 就会形成泡沫 而泡沫的形成到爆破 都会经历五个阶段 我们就以屈金香狂热 这个经典事件作例子 了解一下泡沫爆破五部曲 第一阶段是痴亂 繁殖市场 对一样新的资产 概念或者技术产生迷戀 最索到1637年的荷兰 权贵人士都会将屈金香扣在空前 象征自己的地位 当时更出现了多款名贵品种 最刺热的是一款因病变而来的永远的皇帝 初时的投资者 对屈金香是有实际需求的 第二阶段是迅速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购买屈金香 人民愿意附上不断攀升的日价 令价格直线上升 有财力的人也开始加入市场了 第三是狂热阶段 在这个阶段 市场会创造一些新理论 来合理化价格高昂的结果 而由于价格继续攀升 吸引一众外行人都参与买卖 价格继续得到支持 而当时的屈金香价格 已经高到可以换来一栋豪宅 由于屈金香生长衰时 屈金香的现货 已经不能够满足需求 市场转战期货 即是屈金香的球根 第四为获利阶段 有投资者意识到屈金香球根的价格 已经远远高于本身的价值 并开始出售获利 同时屈金香的供应 亦因为早前花龙见到市场的狂热而增加 慢慢将供求的关系拉回正轨 最后发展到第五阶段 恐慌 大部分投资者见到价格下跌 开始意识到自己付出日价的疯狂和不止 于是就恐慌性抛售 卖方需要一直压低价格 才能够出售手上的资产 令价格崩盘式下跌 回到近代 我们由2000年的科网股爆破 以及比特币泡沫例子 也都见到类似的情况 知道了泡沫的周期 我们还要留意一个坊间最常犯的谋误 一听到泡沫就以为末日将至 而事实上 泡沫的形成和泡沫是否爆破 是两件事 以比特币为例 但是当时价格升至1000元和3000元的时候 放假到认为泡沫出现 但是最终比特币价格继续升至2万元 泡沫才爆破 又例如香港房地产市场 房价所得比是量度一个普通市民不吃不喝 要储蓄多少年才可以买一间楼 这个数字大过10年已经难以理解 泡沫早已形成 但是香港房价仍然向上 即使房价所得比升至40 泡沫仍未爆破 其实资产于狂热阶段出现泡沫 仍然可以有不同原因 支持价格继续向上 当中有投机赢钱的机会 金融大鳄索罗斯就说过 当我见到一个泡沫正在形成的时候 我会迅速进场购买 在2009年 他就认定黄金会演变成终极资产泡沫 在年底的时候 他就透过买入金矿公司 买卖ETF等方式 在黄金投资了超过6亿美元 最后金价上涨到2011年 每盎司2,000美元 泡沫才爆破 价格急跌至2015年 每盎司只有1,000美元的水平 可见对投资者来说 泡沫反而是获利机会 面对泡沫 我们要以严谨的投资纪律 来监控贪婪与恐惧这些人性弱点 用数据量化泡沫形成的可能 明白泡沫爆破时间 会因为情况而有所不同 学习做一个专业的投资者 才可以避开泡沫爆破的损害 甚至利用泡沫获利 这一集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教学的话 就记得like和subscribe我们 下次再见